歌坛天望周杰伦成为首位登上大巨蛋的歌手 23号中午12点开放线上订票 但有没有搞错 整排电脑全部都疯狂无限转圈圈 数万张票却在五分钟内秒杀 歌迷哀红遍野 但更扯视不到半小时内原本最低价票1880元 竟然被黄牛以1.9万元卖出 而最贵特区票6880元 更是一口气飙到30万元 歌迷暴动痛骂简直扯爆 面对黄牛乱象难道文化部真的怪不着吗 的确我们的程序比较慢一点 我承认这个的确是一个比较难的 我现在越来越讨厌周杰伦 因为其实我访问过他 但是因为他这么红的结果 就是我今天从第一场问到现在还是说 网络上买不到票的歌迷纷纷成立社团 有超过5万人 需要爬进大巨蛋下水道听周杰伦演唱会 但有网友一口气强到52张票 愿意卖出8张 但前提是要先留言 你想跟谁去看才决定要卖给谁 顿时歌迷的人生故事被写得慢慢 有人打温情牌说 从小跟爸爸一起听周杰伦长大 想跟爸爸一起去听 还有人说拜托选我 想跟老公一起去看 因为他跟前女友去看过周董 票如此惨烈 文化部说用实名制定位就能遏止黄牛 但实行确实有困难 各界朋友文化部再白烂 如果主办人员不同意 比如实名制我们是做不到的 实名制其实不是不能做 为什么张学友刘德华就做得到 周杰伦你没有办法跟他的主办单位去沟通 尤其是他是第一个登上大巨蛋的歌手 粉丝抢票各显神通 面对离谱的黄牛乱象 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 最后终成了说过好台北报道